圣诞至此信息量大 查尔斯压根媒体哈利一家 父子关系降到冰点 按照英国王室的惯例 女王会发表圣诞节讲话 如今的查尔斯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这是他继位后的第二次圣诞演讲 为我们传递出很强的信号 查尔斯的演讲内容虽然丰富多彩 但是却丝毫没有提及梅根和哈利 可见他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疏远 与此同时查尔斯画风一转 表扬了威廉和凯特 对待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相反 此外查尔斯还特别表扬了安妮公主 认为她是王室劳母 也是最勤奋的成员 此外爱德华夫妇也受到了表扬 肯定了他们的付出 以及为王室做出的贡献 细心的网友立刻发现 查尔斯之子不提哈利一家 甚至连客套一下都不愿意 看来无论身份是父亲还是君主 都对哈利彻底失望 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年初时期哈利发布了重磅回忆录 之后还上了网飞的节目 目的就是爆料和捞金 查尔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 彻底被哈利瓦解 甚至能够动摇君主制的统治 正是因为对哈利太失望 查尔斯国王才选择闭口不谈 好在威尔士亲王夫妇很给力 尤其凯特已经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让查尔斯可以轻松一些 哈利已经连续四年 没有跟家人过圣诞 跟温莎家族的关系无比疏远 毕竟查尔斯已经75岁 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家团圆 但是梅根却一次次阻挠哈利回来 在自己的自传中 哈利爆料查尔斯铁面无私 从小没有给予太多的关爱 哈利不能忍受父亲没有亲吻 时刻保持距离 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 但是媒体却放出很多老照片 驳斥了哈利的说法 戴安娜离世之后 查尔斯在两个儿子身上 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但是哈利却始终不领情 甚至做出种种叛逆的局 在结婚之前 哈利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被誉为王室开心过 但是自从梅根进门后 苏塞克斯公爵就像患上了抑郁症一样 变得敏感和多疑 跟家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无论如何圣诞节都是团圆的节日 哈利却连续四年缺席 查尔斯自然无比失望 因此在圣诞节演讲的时候 亚根都不提及哈利夫妇 也算是对他们爆料无声的反抗 根据外媒爆料 随着查尔斯的年龄增长 威廉会担负更多王室之作 跟哈利的关系也会全面恶化 毕竟一个是未来的国王 另一个只是可怜的备胎 亲兄弟的王室待遇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哈利的性格越来越怪异 尤其嫉妒自己的亲哥哥威廉 真是让人捉摸过 似乎威廉夫妇做什么事情 都会伤害到哈利的自尊心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英国王室需要后继友人 因此查尔斯必须重视威廉 也间接导致冷落哈利 即使已经人到中年 但是哈利的很多举动还是很幼稚 受不了父亲偏爱威廉 兄弟俩之间的矛盾也瞬间被激化